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7月6号有满满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活动究竟是什么 那我个人觉得这些活动 其实之前都有类似的活动可以参考 所以这边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活动大概会是要怎么玩 基本上应该跟之前会差异不大 跟之前的一些活动会差异不大 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是6月28号到6月30号 会有一个限时累冲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 应该是以之前的方式就是会有档位 那每个档位可能会给你不同的东西 有可能会有赤品金破 或有可能会有赤品兵硬 那可能好一点会有随机的赤品战管 随机的OK 那就是你累冲 那每天都有冲 冲到一定的金额就会给你 那之前的玩法大概是这样 好那第二个就是碎片盲盒 那碎片盲盒也是从6月28号到7月5号 大概是有一个七天到八天的一个时间 那我印象中的话就是大概1800元宝 可以换的一个随机武将碎片 然后还有很多的不同 1800元宝可以换一个自选武将碎片 然后可以换到很多其他的随机武将 他是一个有一个几率的OK 然后可能次数可能是5到10吗 还是10到20的传奇武将碎片不等 这个大概是这样 所以会建议大家如果有存元宝的话 也是可以投资在这个碎片盲盒 那可是现在的元宝呢 会建议大家花在百花的这个大赛季商店 那个买碎片是更多的 不过这个碎片盲盒也是可以参考啦 因为他买一次里面好像还会有超凡的一个碎片 也会有卓越的碎片所以这个可以买起来 那花园把我买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入水集哦 那入水集的时间呢是6月28号到7月5号 那这个入水集呢这一次是来自会有这个董卓的限定官府 产业大亨 所以入水集到底是什么要怎么玩呢 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哦大家看到这个不知道我们觉得很熟悉呢 就是在5月10号的时候我有发布一个影片哦 是张飞的入水集的一个活动 那基本上呢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再看 可以回去找一下我的这个EP164这支影片哦 5月10号的 他就是花不同的一个点券 那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课金活动啦 啊就是花点券哦 花点券你就可以凑满一个张飞的一个拼图 那如果说累积到10个或是11个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官府带回去 那这一次的话就是一个董卓的这个官府产业大亨 那玩法大概入水集就是这样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哦 那再来这个夜灯游行呢 那一样也是6月28号到7月6号哦 那夜灯流行的话基本上是说每日完成任务可以得到指定的一个游戏奖励 那开通战利呢可以获得游戏奖励哦 所以我猜哦我猜这个夜灯游行的这个模式呢 可能会有点类似哦我们之前在5月1号哦 劳动节的时候我发布一个影片是这个周瑜哦 白幕拍服白日的一个活动叫做呃 遭重目惑OK 他所以会可能会有点类似这样 就你解不同的任务然后提升等级然后开通战利 下面呢就可以获得一些的奖品哦不等OK 所以我觉得大概可能这个夜灯游行呢会有点类似这样给大家参考 那我有可能会呃猜错哦 那如果有大家有任何的想法呢 欢迎也在底下留言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讨论哦 那基本上我觉得应该大同小异 应该这个就是夜灯游行的一些玩法 好那我们继续看 那接下来呢6月29号OK 就是在6月28号的过一天哦 会有一个遇见花海哦 那遇见花海呢也是大概是有7天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是累计活动的积分呢可以获得这个十年招募令 那这个遇见花海呢 基本上之前已经有出过了哦 那之前大概是在今年的4月的时候 那时候呢是跟类似貂蝉的一个活动哦 有出来 这个大概就是之前 那基本上官方是连名字都应该没有换啦 那有可能叫同名哦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同名的一个活动 那之前呢大概也是7天6-7天左右 那可以看到就是累积哦不同的一个积分 那在那个时候是送一个限定的貂蝉官服 那还不错对不对还不错 那这一次呢它是说送十年抽啦 那所以这个遇见花海要怎么玩呢 如果是照之前的一个经验的话 大概是每天可以参加三次 那你在参加的时候呢大概玩法哦 就是会长这样子就是你会有一只手哦 或是之前可能还有接稻碎的 OK所以一个篮子或是手 然后呢就会有花瓣一直掉下来 然后你可能就要去捡花瓣 那如果是大花瓣好像100分吧 小花好像50分哦有点忘记 还是20分10分20分之类的又忘记了 然后可能会有蜜蜂 可能会有石头 那你就要想办法去避开啊 这个大概是遇见花海的一个玩法 所以想要先赌为快这个到底怎么玩的呢 那也可以参考我在4月2号的时候 那时候发的一个影片哦 好那我们再来看哦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限时抽奖哦 是7月1号到7月5号 那它是说参加活动的抽奖 有机会获得珍惜奖励 那我觉得这个是还不错的 这个如果说照之前的一个经验的话呢 像是之前有这个赵云的限时抽奖哦 那它就是说哎我花大概不定额的台币 那之前有抽过赵云 有抽过迪卢 也有抽过绝影哦 那它就是说你花不同的金额 花一个固定的金额啦 那你就可以申购一次 等于说就是有一次的摸彩机会 那你如果买三次的话 你就是有三次的摸彩机会 那去申购这个之后呢 就会全幅进行一个抽奖哦 那所以如果说你买的越多 哦那你的中奖机率就越高 对不对 那它可能上限的话就是三次 我个人觉得这个抽奖的这个CP值算高 因为之前赵云刚出来的时候 赵云一支哦 在那个时候 我这个时间录这个影片是2月19对不对 那我们那时候开服的时间大概是1月初 哦1月中左右 所以一个月的时候他出这个活动 那时候CP值超高 因为赵云那时候的身价台币 哦台币大概要3290 OK我的赵云呢就是花台币3290买的 所以他那时候出这个限时申购哇是真的很划算 所以我个人还蛮期待这个限时申购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奖品哦 那之前的话关于这个限时申购 其实也有出过像是迪卢或是绝影 如果我印象没有记错可能只有台币170块哦 还是300多块就可以获得呃迪卢或绝影的机会 那当然这个是要看就是你的伺服器哦 参加这个活动的人数多寡啦 那我之前参加的话基本上我一次都会把它买满哦 所以像假设这个赵云我可能就一次买3个 那大概可能就是990 还是比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是同个时空的赵云来的划算非常多 那中签几率呢是蛮高的哦 中签几率其实蛮高的 所以等于说他就可以花少量的金额获得到超值的一个奖励哦 那这个大概是以前哦在2月19号那时候限时抽奖的一个玩法 那不确定这一次官方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动哦 那我们也期待他这次是不是 诶搞不好会不会是抽大军师 对不对 如果是抽大军师抽吕布 我绝对参加爆 我搞不好开个直播跟大家一起来抽大军师或抽吕布 或者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大家也可以呃在底下留言哦 不知道官方会不会是抽限定官服 国风官服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或是一些传奇的座齐 像是大军师的座齐 还是有没有可能会来抽个赤品战魂哦 如果说是抽这些东西那哇绝对参加 那如果是抽其他的哦 那可能就考虑一下哦 就考虑一下 或者大家你觉得希望官方来让我们抽什么都 欢迎在底下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哦 好那所以这个大概是限时抽奖啊 那我有可能呃会猜错 这个不一定会是官方限时抽奖这次的内容 不过以前的限时抽奖就是那样子 那再来的话7月1号到7月6号呢 还有一个美日累冲哦 那这个东西就是也是一样 到指定的档位呢可以获得自选传奇武将的碎片 OK还有一个赤品兵役等等的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好像给的奖品比较没有那么好 因为传奇武将碎片 自选传奇武将碎片 现在要获得非常容易 对不对 你的那个百花大赛季的商店 哇那个400多的元宝 你就可以获得6个自选武将碎片 所以这个好像除非他一次给你50个 我只给你100个 甚至200个 我们可以看看官方官方这次会拿出什么好康 哦那7月4号到6号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极致活动啦 那这个之前其实也有出过 那那个字呢基本上就是5个字哦 就叫做真三国无双霸 哦真三国无双霸 那就是说你只要除值到一个档位 你就有可能获得真 或是获得山 或是获得国 OK 真三国无双霸这5个字的其中一个字 那你只要累积到固定金额 他就会送你一个字元 那你只要凑满这5个字 哦真三国无双霸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抽奖券 那这个抽奖券呢就可以拿去抽奖 抽奖呢就可以得到不对应的一个稀有的一个礼物 OK这个大概也是跟课金有关的 好那这个东西呢大概就是围棋这阵子两个礼拜的一些活动啦 那我个人看完这些活动的感觉哦 是觉得基本上好像跟之前的活动蛮类似的啊 算是没有比较说新的一些玩法哦 那不知道大家的想法呢是怎么样 也欢迎在底下的留言哦 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哦 或是你会期待官方未来 跟什么样的一些游戏来联动呢 或是出什么样的新的活动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讨论哦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分享啦 我们下集再见咯 大家拜拜